我當初是覺得喉嚨喊的時候會很痛 就是講話會有一點左逼 就是沒有辦法很實在的把那個聲音給傳達出來 那時候我可以碰嗎? 沒有 他自己約了啊 然後我有工作我有辦法 今年你會有好穿的感覺嗎? 那我就是 戲真的還要年輕 下次遇到你們 先拿三分針 可以不用問了嗎? 我會壓人比較大 可是我現在就是這一次帶家人出國玩的時候啊 我真心的覺得好像可以跟團這樣子 哈哈哈哈 因為我覺得跟團還是有跟團的好處 就是他們會找到真的好吃的東西 然後他們真的會把時間都算得好好的 讓家長們都會有一個很舒服的形成 可是因為我們太業餘了 我們小孩子 我們三個小孩子都是 太過不會去 規劃 對規劃這個行程 所以就變成說啊這邊時間拖太久了 然後下一個地方要去不去 然後大家糾結很久 哈哈啊算了 等一下去好了哈哈 變成這樣子 所以好像如果說帶婦女的話 跟團還是順便 有人把餐廳都訂好了 覺得還比較安心 可是長輩應該也蠻 就是捨遇而安的吧 其實他們是 但是我覺得是小孩的焦慮 我不知道我其他姐妹們有沒有 但我有 那有關親一下康仁的那個聲袋嗎 他的狀況 聲袋已經有一陣子了 他其實現在是好的 對啊 那時候是有發現有什麼最近 呃當初是覺得喉嚨喊的時候會痛 然後還有是 可能是講話會有點阻音 就是沒有辦法很實在的把那個聲音給傳達出來 對 所以 呃 超提醒他說 欸 就是 該休息 對對對 因為有時候如果我忘記 盡情是大聊之後 他就會發現 欸 幹嘛跟我大聊啊 哈哈哈哈 你怎麼這樣啊 呵呵 對 這個喉嚨就是 他有休息好 然後現在有回診 應該都是沒有 那時候有跟你碰嗎 沒有 你覺得說 欸 去了他 就是 他自己約了啊 然後我有工作我也沒辦法 他還沒過程 他約很久 所以是他回來之後才跟你說 欸我今天是自動的 沒有沒有沒有 他約好之後 他跟我講就是 就是我要工作的時間 我就沒辦法這樣 那現在有什麼保障嗎 什麼龍嗎 有欸 我覺得他後面 後來就滿 滿在乎的地方 沒有沒有 他也會吃一些保鎮啊 然後他會 有些任何的東西啊 然後隨時都會帶著一小罐 真的 我要活一個 好 中藥 還是 他遇到之後 我就會開始 在乎我自己的 的確是會 特別的 敏感 想說 我現在好容易沒洗髮 會不會 以心病變得太重 就是 我有時候會這樣 可是如果發現 嗯 有些東西要注意 要保養的話 我都會 在某些時刻的時候 特別的去 還是針對一些 部位 去做一些教養 今年你會 有好處 那我就是 細緻的排到年紀 真的沒有在騙 要不可以 去等 要開三分針嗎 下次遇到你們 先拿三分針 可以不用問了嗎 可以可以可以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谢谢大家